上禮拜的這個西門町槍擊案 兇手陳福祥現在還在逃 他急著賣車變線 找到了在新莊中古行 有一位當業務員的國小同學 兩個人匆匆忙忙 談好了車價70萬之後 陳福祥又跳上了另外一台BMW的轎車 就快閃離開了 警方現在已經掌握了 這輛接應的轎車行蹤 不但要以車追人 同時也研判陳福祥毒瘾很重 據說他寧願不吃飯都得要吸毒 那麼現在也鎖定毒源 同樣也要以毒追人 兩台BMW轎車一前一後 回轉新京新北大道 右轉進入中古車行 這個時間是13號下午1點10分 也就是西門町槍擊案 發生後的一個小時 剛殺完人卻表情鎮定 戴著口罩完全看不出有絲毫緊張 只是急著將BMW雙文跑車脫手 他是冷血殺手陳福祥 陳福祥拿到460萬的買毒錢 以後就將車開到了 新莊新北大道上面的這一家車行 來轉賣 而其中業務員就是陳福祥的國小同學 為了趕快賣車變現 找了認識已久的國小同學阿翰 他是中古車行的業務員 談妥車價70萬火速拿錢走人 加上帶著毒品貨款460萬 等於陳福祥身上帶著500多萬現金 展開逃亡 不是驚訝 是驚恐不小心很倒楣碰到這樣的事情 不然一直按照正常所去買賣 我們為什麼還要遭遇到 車行得知消息也很震驚 沒想到買賣車輛會捲入命案 立即到警局主動說明 不過根據曝光後的賣車影像 後方這台BMW645CI 就是他從中山區唐口開出來的跑車 前面帶出的車輛 疑似是陳福祥的帶入人 賣車後一起搭車離開 不排除是槍擊案共犯 不只掌握車輛流向 更要以毒追人 根據調查陳福祥毒瘾很重 安菲他命和K他命混合適用 每天用量約3公克 警方已經鎖定毒源 儘管不斷換車變裝躲避查器 但隨著行蹤和建議車輛曝光 警方要將槍擊案嫌疑人一網打盡